人爱生命期的报道 今天要带你来认识这一位家住宜兰的年轻生命斗士 二十岁的林士河不断是全球第一位年夺堂大专生 还立志要成为全球第一名年夺堂建筑师 大家可以看到他如何用热情跟毅力来对抗病痛建筑自己的生命 和其他年夺堂症的患者一样林士河的个子比同学们小了一号 体内累积的年夺堂影响到身体的活动努力 听觉退化得要靠助听器帮忙 说话费力很容易喘气 不过他并没有被这一项罕见疾病给打倒 高职三里面的是建筑物同学们用过十分钟 他花五十分钟追上大家 成绩不比别人差 实习课也没有考到他 他不一定为自己手不方便而去叫别人帮忙做 他还说自己一个妈妈在盘盔子做 工作虽然忙可是做得很完美 高一的中纪上这样写着 老师问我是否要办残障手册 我觉得我身体状态很好 所以我坚持说不 高职三里面不要不靠任何优惠的想法 让老师印象深刻 开班会 同学只要看到我连到智慧当主席 就会自动讲话把他跳过 那我后来发现说 我试着问智慧说 自己有没有办法试试看当主席 结果发现他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那我发现他当主席的那一次班会课 其实是全班 最安静 然后明天的最仔细的一次 连续拿下了秉籍和乙籍的技术正校 毕业考上冠川 一个人要到台北在外租屋就学 这让爸妈一度很担心 立志要做建筑师三个学习过去了 智慧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从内向害羞到乐观开朗 智慧说这一切要归功给身边的贵人 用热情建筑自己的生命 北上列车载着这位奋战年多堂的勇士 开向人生的下一站